睡魄照命半天解 渴望陆迅来解解 怎奈上门火空王天狗吊渴不能忘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光阴世界岁月如说 时间来到我们的流年总论解析 从我们上面的这个诗签可以来看到 其实也不难明白 我们属猪的朋友在2025岁次已四年 真的有一点点不大容易 做什么都容易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过去人见人爱的猪宝宝 今年超进化 变成人见人怕的猪宝猎 所以今年属猪的朋友 务必修正一下我们的处事之道 光靠过去的模式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这个也不难去理解 属猪的朋友 今年大概是属于66、54、42、30、18岁 这些年龄 都是要跨开一个阶层的年龄 要退休的、零退休的 裁员标准年龄的 青春红利用完的 还有要出高中校园的 甚至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要面对到的是别人会给我们不一样的评估标准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上小学的孩子 老是不会把你当中的宝贝剧哄 你该干嘛你就干嘛 生活也不是只有玩泥巴跟荡纠纤 毕业的高中生 你已经成年了 社会的法规 不会再体谅你是一个年轻人 犯啥错就判啥行 没考上大学的就去当基层 社会这个大家长会重新教我们怎么样做人 30岁的你眼睛里面没有光了 更有些上有老下有小 几年前的豪权壮语改变世界 都变成了改改方案 拜托来个五星好评 42跟54岁的 如果30岁那会儿你没做好体认 打好基础 总觉得左一步算一步 天无绝人之路 那么现在应该可以发现 其实都是条坎坷路 66岁的 不会有人关心你要做什么 能做什么 大多都是要你你不要做什么 最好你什么都不做 避免给别人添麻烦 人生就是这样 你想拥有的 首先你必须要付出 而付出的努力 必须跟上时间的推进 让成就可以逐渐的堆叠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 来抗衡不同的阶段挑战 首先我们看一下本命宫 今年属出的朋友本命宫 迎来了国硬星 以及一马星这两根星秀 而复星有碎破星 大号星 蓝杆星 披头星 这四颗复星 一般来说 吉星有国硬星跟一马星 基本上你只要注意一下刘悦 那大致上都是OK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今年最大的危机 是来自于其他外部新秀的干预 导致我们本命宫复星的力量 突然狂暴式的增加好几倍的力量 所以在各方面 唯有求稳 才是我们在2025的生存之道 这里要注意一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事业方面 在事业上受到了国硬星的影响 其实我们今年的事业发展还是很有机会的 而这个机会通常是我们必须要挑战 过去我们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验 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现在能力的机会 所以直觉上我们第一时间会觉得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以前学的跟受过的训练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应该正面的接受挑战吗 这个时候老师会建议 我们不要第一时间就下决定 我们可以向主管或是客户表示 那我考虑一下 我斟酌一下 任何看起来再好的机会 后面都会通常大家都会有相伴的一个正面跟负面的代价 我们战胜了固然可以获得功名利路 但是失败了也可能兵败如山倒 所以最主要的是保留一点思考的空间 然后去找其他专业的人员 或是有相关经验的良师义友来咨询 这个案子或是这个机会 以及这个挑战 自己有没有能力来处理 或是该不该正面的迎接他 如果你要迎战 自己有没有其他一起可以协助的同事或者是团队 或是我们是要加入这个团队的 我们跟随这个团队 我自己的贡献是不是能够超出我自己的实力呢 种种的一切必须多找人给自己建议 然后再把这些建议统合起来 再做出决定 如果发现真的有颇大的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拒绝 拒绝不是胆小 而是明白告诉对方 自己可能胜任不了 让他们去找真正适合的一些人来处理 那么这样对大家都好 不然你应接下来 你搞砸了 自己粉身碎骨 对方也欲食俱焚 那不是两败俱伤吗 所以在其他方面 我们特别要去注意到 今天也受到远方的指辈心 以及浮沉心 在职场上要谨慎自己的发言 过去我们自以为的俏皮 或是幽默的一些谈吐 都会被传出去 变成我们在恶意的批评 或是诋毁他人 你原来没有这个意思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别人加工你这句话的意思 而的确这句话也是出自于你口中 那么百口莫辩 必然是你的下场 所以没事少说话 少说不必要的闲话 不要乱开玩笑话 这对属猪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场生活之道 而在这个年份 属猪的朋友 哪怕你雄心壮志 志气凌云 都不要创业 买房 扩张生意的横向 这些比较大的动作 在这个被孤立的碎破之年 我们胜利的空间 会被压缩到极致 所以万事求稳 友好无坏 除非你是万中选一的特殊命格 不然稳定是我们今年一切的根源 而对于做业务的朋友来说 今年有一马星在本命宫 本身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是要注意 我们还是有远方的一个天狗星 在追击的我们 所以行销的时候 不要说出不合规定的营业用词 很容易会出事 而且都是出大事 整体来说 属猪的朋友 今年事业运属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财运 今天在财运上 还是会受到碎破星的影响 还兼具有了越破的压力 所以今年的财运 虽然外部有一颗陆薰星在给我们一些帮忙 不过实际上它的帮助是很有限的 加上远方还有地杀星 强化了本命宫的大号星 所以属猪的朋友 其实老师很认真的说 今年人的话 你就不要进投资市场 投机市场 这两个都是 做什么都会把亏损的概率 提升到一个临界点 除非你本来就是采取长期的存股 买而不卖的策略 过去也是存股为主的理财方式 很少卖出 这个还有点余地 但是还是建议 即使存股也最好降低投入的金额 至少比过去少上一半 那避免你套了高点 存了等于没存 就有点遗憾了 除此之外 碎破大号之年 就是买保险的好年 如果医疗险 相关的保险还不够的 把钱还在买保险上面 破财消灾 可保平安 就是不小心不平安 有理赔也可以弥补家人的平安 而在一般财务方面 今天受到碎破大号月杀地上这些外在新秀的影响 今年要注意不要买房买车之外 也必须避免借贷出去 或是花大钱去买奢侈品 或是娱乐佑品 课金课太多 因为今年的财库 你如果没有守好 不小心开了一个口 那么就如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财库就会大量的流失你的存款 让各种需要钱的事情 突然就接踵而至 让我们应接不暇 所以守好你的财库 当之好贫修 避免生活必要以外的开支 是非常重要的守财依据 整体而言 属住的朋友 财云还是属于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感情方面 在这个岁次以示连 感情方面 是的确有点乏善可乘 单身的朋友 基本上没有太好的机会 可以卸购 或是找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桃花本身是比较光秃秃的 可以先认识 然后交往比较难一点 我们先做好自己 稳定之后再说 而在里面比较重要的是 你有伴侣 但是你只是情侣 你还不是夫妻的 都会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今年的地上星 灾沙星以及浮沉星 会让情侣之间的三观 会产生比较大的不同 不是说谁好谁不好 谁对谁不对 就是彼此容易产生的观念 与生活态度上的不一致 导致原本相处很融洽的两个人 在今年可能就会变成各走各的路 其实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种问题 老师要告诉你一个观念 那就是你想对别人怎么样 你就应该先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然后你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在我们付出之后 对方给我们一定的回馈 这个是不用 因为我们对对方好 那是我们尽力成为一个好的对象 但是对方愿不愿意接受 有没有反馈给我们同样的好 那是对方的决定 我们首先先做好自己 那么即使必须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变成平行线 那么我们也不会这么痛苦 只会留下一个不能在一起的遗憾 毕竟每一段故事 不是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学会接受不完美的结局 有时候就是可以为下一段的故事 有一个完美的开始 而对于已婚的伴侣来说 那这个问题还是有 但是程度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属猪已婚的朋友 要懂得消化自己的情绪 然后再去好好经营我们的家庭 可能属猪的朋友会觉得 我这外面已经非常辛苦了 回到家我还没有被体谅 然后我还要去讨好伴侣 那不是很可悲吗 是的 你说的没有错 所以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感觉 那么同样的 你的伴侣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希望你的伴侣 活在讨好对方的那日子里面吗 所以我们必须改成 当两个人都互相讨好对方的时候 那这就是家庭跟爱情的最高境界 听起来好像很难 但是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必须先开始 你说对吗 整体而言 属猪的朋友感情里属凶 最后我们看一下健康 在健康方面 我们今年遇到的挑战也是很强大的 远方有剑锋心 血刃心 大杀心 地杀心 都气势汹汹的朝我们属猪的朋友 来大刀砍来 而除了这些血光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 也有上门心 天狗心 大号心 调克心 也没有打算放过我们 所以简单来说今年对于属猪的朋友来看 真的是内忧加外患 应接不暇的 要处理这些的压力 只有四个终极的手段来处理 第一个最好是定期的捐血 中国称为献血 借此以来以血破血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至少三天一次 去公园散步15分钟以上 这是比较好的 能的话最好是你每天去 因为我们属猪朋友身上的上门心 天狗心 以及大号心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我们必须借除了这些大自然的力量 来达到了我们身上气场的新陈代谢 如果能配合捐血 那么就可以大幅改善这些煞气的影响 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各种难关跟压力 都可以大幅度的减轻 这么简单的办法 你做得到吗 而第三个就是不要熬夜与酗酒 这两个都是煞心的最爱 熬得越晚 煞心的力量越强 酒喝的越多 天狗心表示你这块肉腌的还不错 挺入味 该上菜了 这样会好吗 而最后一点就是饮食必须规律 定时定量的用仓 让身体不用一边对付庞大压力的煞心 给我们的影响 一方面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吃饭 然后我要分时去处理你的消化分解的时间 所以定时定量的饮食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今年的上门心与本命宫的大号心 产生了强大的共振 非必要你不要去屠宰现场看别杀鸡杀牛 或是吃县宰的食物 以及避免经过大型的医院或是火葬场或是墓园等地 避免上门之力获得的加成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而最后老师也要提醒你 如果你现在就有开刀治疗的打算 能的话 请在遂吃以四年的历春以前 尽快的先开刀治疗 你不要拖到历春以后会比较理想 老师公布这个视频的时间是2024年的11月13日 足足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给你去准备 而如果2025年我们才发现 那不需要开它怎么办 那当然你开怎么开就怎么开吧 治疗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老师还是建议你看看皇帝 或找一个认识的老师 把你折个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整体来说 属猪的朋友在2025岁次以四年 健康欲还是属于凶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属猪的朋友 在2025年的各项运势 这里老师要说明一下 的确今年属猪的朋友你四大运势都是凶 老师也想过我是不是修饰一下 降低点标准 让大家心情好过一点 但是老师还是觉得我要依据专业 给你公正的评分 这样才不会对不起各位 但是老师还是要把这些解决的方法 给各位公布一下 让属猪的朋友 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化解这些 比较不好的煞星的力量 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那就不是老师给控制的 就看你能不能把老师的话记在心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每个月还会有流月运势的解析 记得订阅关注按小铃铛 关注陈老师 让你胃不先知 我们下次见 不 我不 不是 我不 我是 我不 不是